能让你的人设直接爆炸 兄弟们现在买奔驰S迈巴赫480 比奔驰S400都划算 为什么 这个月兄弟们利率低啊 左右我都得贷款干 那说白了家人们 这台车分期五年贷款113万多 五年利息八万多块钱不到九万 这不白给你用一样吗 家人们 但是奔驰S级的利率 它要比奔驰S迈巴赫要高 所以兄弟们 如果说你想分期入手S400 切记可以考虑一下迈巴赫 它比奔驰S400长了18公分 作为懂车帝 抖音认证二手车领航计划 车商老师家人们 这台车虽然比S级长了18公分 但是如果说你买到了 选装后轮转向的版本 那是极度舒适的 兄弟们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迈巴赫的行情 我在今年年初了解的时候 去年上牌的四座版本 二手跑了几千公里的准新车 今年年初爆价还爆180多 现在四座版本的兄弟们 落地价在160左右 然后五座版本 不是特别版的四座 五座的 什么都没选配的 它现在落地的行情 只要150多 它俩相差了大概 8万块钱左右 但是你如果说分歧的话 兄弟们 五座的多 四座的少 四座给你整体提升的一个气质 那才叫慢慢等等 兄弟们 贷款都算完了 家人们 看见吗 这是按五座的算的 兄弟们 你就看这利率低不低了 我月供2万来块 首付应该是28万多 加上购置税 再加上保险的话 兄弟们 首付估计也就是用个40多 不到50 就能把车开走 然后月供2万 如果说这条视频 能点赞破2万 兄弟们 我直接真实给你们提把车 再给你们提一台 二五车放的来塞店进货 都不是一天两天了 家人们 实在现在新车行情 真低迷呀 还有啊兄弟们 如果说你考虑奔驰的车型 GRE450性价比不高 但是GLS性价比高 因为GLS它的利率 跟迈巴赫 现在是一样的 所以你如果说全款的话 就当我放屁 如果说分期的话 你绝对可以月几考虑一下 毕竟首付多一点 月供多一点 能让你的人设直接爆炸 如果说分期的话 就会不会准备 不过去 不过去 如果说分期的话